第2届由亚太青年协会主办的Model APEC青年模拟亚太经合会 在台中展开序幕 透过多场的产观学合作、专题演讲、指挨分享、模拟会议等等的方式 广要青年来认识国际议题 内容也相当的丰富多元 台中市副市长令狐荣达也到场勉励 在后疫情的时代提醒青年要保持对世界认识的言心 青年学子正经为座 仔细聆聆听台上讲者的精彩分享 第6届由亚太青年协会主办的Model APEC青年模拟亚太经合会 在台中展开序幕 透过多场产观学合作的专题演讲、指挨分享、模拟会议等方式 广要青年认识国际议题 在全球化的今天 你不能够默示 因为每件事情的发展对于国家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经济、贸易、观光、旅游等等 虽然说我们现在疫情有影响 但是我们还是利用各种方式 包括视讯、包括其他的一些方法 我们来维持我们的国际交流 今年共临选42位青年参加活动 现场同学代表模拟各个国家 针对各项议题进行讨论 副市长也鼓励所有参与青年发挥想象力 思考所有可能的情况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并透过会议提升国际视野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透过APEC 亚太经合会这个平台 我国在里面已经是30年的正式会员 透过这个平台来训练青年 对于国际议题以及时事的一些掌握 以及用英语来表达自己 对于国际时事的一些观点和论述 透过这个平台让青年有机会 接触到目前曾经在国际上 帮我国进行经贸谈判的一些代表 以及外交官向他们学习 协会表示活动为期三天 也将在会议当中挑选优秀代表到泰国 参加今年APEC的场边活动 共同研拟青年宣言 一同参与台湾未来的发展方向 记者杨周环台中采访报导